这个女人叫刘小珍 她生了罕见的双龙凤四胞胎 可眼前这对夫妻却要强行抱走刘小珍的一双儿女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模一样的小衣服 一模一样的小脸蛋 这四兄妹是最罕见的龙凤四胞胎 老大和老三是男孩 老二和老四是女孩 四个小家伙出生的时间间隔只有两分钟 老大出生时个头最大 最小的老四出生时只有一斤多 刘小珍和邹光群的老家在同一个村 由于家境不好 刘小珍16岁就外出打工 几年前春节回家 她相亲认识了同在外地打工的邹光群 两人认识不到三天就闪电结婚了 没想到后来怀上了四胞胎 70万分之一的概率 让邹家像中了彩票一样 喜上眉梢的夫妻俩给四胞胎取名龙凤吉祥 后来夫妻俩带着四胞胎来到城里打工 这个出租屋成了一家六口临时的家 拥挤狭小的房间堆满了四个孩子的生活用品 尽管生活压力巨大 可看到四个漂亮可爱的孩子们 刘小珍和丈夫觉得再累也值得 可就在这时 刘小珍的娘家打来电话 说奶奶突然病危 年过花甲的父亲也突发高血压命悬一现 家中乱作一团 娘家希望刘小珍和丈夫 带着四胞胎赶紧回老家一趟 家中的突然变故 让夫妻俩心急如焚 见到女儿和四个外孙后 刘小珍的母亲赶紧走出房间 可奇怪的是 老父亲和奶奶都相安无事 家里却莫名来了两个陌生的客人 没想到让女儿女去进屋泡茶的空隙 老父亲竟然让对方抱走了一男一女两个孙子 知道孩子被抱走后 刘小珍赶紧追出来 一旁的邹光群也挣脱了岳父的拉扯 快步追了出去 原来父母亲担心 女儿在城里边带孩子边上班太操劳 于是将女儿骗回老家 暗中联系了收养人 想送养两个孩子出去寄养 面对突如其来的分离 孩子哭得撕心裂肺 父母更是痛彻心扉 刘小珍紧紧地将孩子抱在怀中 心头的怒气难以平复 见到母亲还在拉扯自己 极力想劝说自己改变主意送走孩子 刘小珍气得头也不回 匆匆离开了 在她和丈夫亲中 没有什么比骨肉分离更痛苦 更难以接受 在经历了刚刚那一幕骨肉分离后 父亲邹光群 此时紧紧搂着自己的几个孩子 而刚刚还哭得撕心裂肺的孩子们 在父母的呵护下 又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可如果不把孩子放在老家照顾 在城市里打拼的夫妻俩 又能否真的承受得住 四个孩子今后读书生活的巨大费用啊 父亲邹光群主要负责电脑维修 和网络系统维护 刘晓珍则负责打印工作 孩子才两岁 放在家里不放心 带来公司上班 却总是不省心 平时在维修电脑时 这几个孩子 总是会围着电脑看稀奇 通常爸爸邹光群 在公司加班的时候 刘晓珍只能一个人 带着四个孩子 去菜市场买菜 四个调皮鬼 一来到菜市场 就瞬间四散开来 各自被其他的东西深深吸引 老三趴在对面 卤菜店的玻璃窗边 口水直流 见到可爱的四胞胎 卤菜店的老板 也大方地给几个孩子好吃的 据老板透露 刘晓珍经常带孩子们来买菜 但却只买素菜 靠夫妻俩打工的微薄收入 在城市里要养活一家六口 生活十分的拮据 经过几天反复思考 夫妻俩 夫妻俩还是舍不得将孩子送回老家 他们提出让孩子的爷爷奶奶 从老家过来帮忙照顾孩子 与此同时 一家幼儿园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得知四胞胎家庭的特殊情况 幼儿园决定免收四个孩子的托管费 免费让四个孩子读幼儿园 这样的好消息 让一家人兴奋不已 一家人终于可以在同一个城市不分离 我是扎叔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